請問你們最愛誰 楊成林 誰是你心目中最有魅力的天使 楊成林 誰是你心目中的玄能天王 楊成林 非常好 馬上讓我們歡迎 玄能天王 楊成林 這世界就不要停 歡迎我們的成林 雞成林 好 我幫你算 OK 這樣可以嗎 嗨 大家好 嗨 咪 噢 他們看到你 太盛文請趁林再往前音響不好嗎 哇 這個好久不見來到台南 再次跟我們台南的朋友打聲招呼 抱歉 因為從高鐵到這邊 比平常花的時間還要長 所以就篩車了 然後讓大家久等了 你們應該很熱了 辛苦喔 辛苦你們了 也謝謝今天陳寗 在這個專輯發行之前 先搶先來進行 今天的預購簽唱會 然後其實我剛剛也才知道這件事 妳現在看起來真的超正超漂亮 超可愛 但是大家卻殊不知 其實妳在感冒對不對 不要亂叫啦 聽重點 她現在有點感冒 還身體狀況還可以嗎 我就前天打點滴啊 蛤 對啊 其實這幾天就是一直伴隨著鼻涕跟彈 嗯 對 就是吃東西都有鼻涕跟彈嚼在一起 哇塞 是美味的意思嗎 有沒有 呃 就有點鹹 哈哈哈哈 對啊 所以今天就 呃 因為 狀況的考量 我就沒有辦法唱現場給你們聽了 對 不過沒關係 因為我知道其實就是 陳寗對於自己每一次現場的表演 其實你的要求也是非常非常的嚴格 對啊 其實就很想唱給你們聽 我剛剛真的有覺得我應該可以唱 後來我在高鐵的廁所就試唱了一下 就鼻音重到一個 可以跟蔡秋鳳大姐一起比的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不太好 然後 呃 就最近真的就身體不太好 然後也瘦很多 然後褲子就鬆到一個 我可以直接脫下來 真的有點太鬆了 哎呦 內褲 內褲差點露出來 哈哈哈哈 對啊 然後就是 呃 希望大家可以體諒 因為我其實真的很想唱給你們聽 嗯 可是我想要跟陳寗說一件事 因為大家絕對都可以體諒 因為陳寗就是 哦 你好還好吧 沒關係 沒關係 來 我們請工作人員協助一下下 哦 不用沒有沒有 就要靠自己 要靠自己那個老彈的力量 是 因為我知道就是 你昨天又打點滴 然後身體的狀況其實真的比較不穩定 所以很要求嚴格的你 其實今天就真的是痛心決定說 等下次狀態真的是 百分之兩百OK的時候 希望可以再來到現場唱歌給大家聽 對 下一次來是 會再安排對不對 好像很快 好像下禮拜還是下下禮拜 24號 所以先透露了 好 但是 陳寗我要跟你說一件事 其實他們也有準備禮物給你 蛤 對 他們 但不要送禮物 他們說 他們早就練好天使之意 所以今天你不能唱 我可以讓他們唱一小段給你聽嗎 可以啊 各位親愛的女兒們 準備好一二三副歌 我也可以先開頭啦 尋找溫暖翅膀 他們的眼睛 和他們的肩膀 他們的臉上 藏著悠雅的聲 都愛瘋了 愛上了 天使的翅膀 正在你的憂傷飛翔 耶 給自己掌聲鼓勵 我剛剛我全身起雞皮疙瘩 對啊 你也太起了吧 不是不是 我真的要說 因為我覺得很感動 他們剛剛其實早就想說 練好了要跟你一起唱 可是我剛剛真的感受到 就如同這首歌的主旨一樣 我覺得有好多的愛喔 對 然後其實特別我覺得想要 拉回到專輯的主旨 也就是同名的這一首單曲 《天使之意》 因為其實像這兩次的專輯 我都有發現 我好喜歡陳寗唱這種 療癒系的情歌 對 然後這一次其實走的是那種 嘿嘿嘿 比較大器的抒情的陰謠 然後這一次其實製作人說 在跟你錄音的時候 發現你就是時而會那種優柔虛幻 然後時而又很激情的奔放 為什麼你會用這樣子的情緒 來詮釋這首歌 我覺得也是音樂帶給我的感覺吧 而且現在可能我覺得演唱會的經驗 對 的關係 其實我覺得在音樂上成長很大 對啊 早就該辦演唱會了 對啊 對啊 因為我真的覺得演唱會的那個 所有的經驗 歷練 其實真的可以幫助到你自己 每一次唱現場或錄音的時候 對 可以揮灑比較多 嗯 都有很多自己的感覺跟想法 而且他們說這一次的專輯 是你發行個人的作品以來 其實錄音過程讓你最最滿意 因為你覺得十首歌好像十個故事對不對 這張專輯真的是我最喜歡的一張專輯 我非常喜歡 然後每一首歌都 都是自己私底下也會聽的曲風 然後還有詮釋的方式都是非常貼近自己 因為我覺得當然過去每張專輯 也很貼近那個時候的自己 嗯 可是我覺得這張專輯 它更是原知原味呈現楊承寧這個人 哇我真的很期待 因為我覺得承寧就是 呃我們也知道 這兩兩年多的時間 其實你為了音樂 就是推掉很多戲劇的演出 已經推了三年多了 對 對有點久了 可是就是我們知道你全心是投入 更多的時間跟體力在音樂這一塊 所以我真的很期待 這是你個人專輯來自己最最滿意的 一張 那除了你的音樂 下注了這麼樣多的心力之外 在造型方面其實每一次 也是我們很注意的焦點 除了說大家看到後面這個有 黑白兩個天使的這個造型啊 然後異鄉要帶給大家之外 這一次也跑去了德國拍照 對啊 然後據說換了十六套啊 你不是才去幾天嗎 我去 我去幾天啊 但我工作天只有四天 對 跑了非常多地方 換了非常多套衣服 對 那我要問一下就是 因為換了這麼多套衣服 拍了這麼多的好的照片 然後這一次因為真的太難選擇 所以據說後來決定就是 因為你每次都很愛大家 所以在預購的部分 除了好康的禮物送超多之外 這麼多照片其實也幫大家 就是分成了兩個雙版本 然後我們請工作人員也順便幫我 把那個預購證明拿出來好不好 因為送了超好的天使版這一個 先讓大家先看一下下 好 鼻涕不能弄醒的很難過耶 好難吸喔 可是我相信你使鼻涕還是很可愛 不能醒啊 護妝會花 可以 不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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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 不可以 欸你為什麼要打琴巴翹這麼久啊 好啦 這個白天使送的是這個羽毛筆 我跟你講它質料超好的 對 看起來很好 它不是那種硬硬的那種 欸我彈跑上來有聽到嗎 沒關係我今天也有彈跑上來的時候 好 就是那個 隔壁阿伯就覺得很親切的聲音有沒有 欸為什麼 在輕彈這樣 欸真的這個羽毛筆它很精緻 然後是 不是那種你想像會硬會刮人那種 不是 是正直感超好 嗯嗯嗯 然後因為我本身是很喜歡寫東西的人 對 欸我的彈一直跑上來 沒關係我們先請工作人員幫我拿個水好不好 然後你喝水的時候我來介紹 因為除了我們今天其實 不行啦我就是有點想上廁所 先等一下 欸到底想怎樣 沒關係 主練就好啊 主練就好啊 好 這個是 哪一邊是正面啊 這邊這邊這邊 黑天使送的是眼罩 對 你要說眼罩也可以 你要說是 哦 哈哈 哈哈哈哈 你也太可愛了吧 欸我還沒說欸 是項鍊 哈哈哈哈 是否 什麼照都可以啦 原來你生病的時候會更害是不是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唱歌的話 我應該多跟他們聊天啊 是是是 不然我怕他們不開心 不會欸 他們看到你就高興了 好所以我手上的這兩個預購的贈品 其實大家今天也是第一次現場可以看到 那除了這兩個不同的贈品之外 兩個版本都分別還有再加碼送24頁德國柏連的寫生集 而且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照片 對非常好看照片我都看到了 好所以這個大家呢今天現場兩個版本都可以來做預購 那最後要特別講一下 因為我有說到 預購的贈品當中除了禮物已經很澎湃啊之外 還有一個神秘的禮物就是 他們如果來預購這一次的天使之一專輯的話 還可以去參加你在8月17號要舉行的新歌發表會對不對 對 那可以問一下嗎 就是就是現在那個新歌發表會的那個內容啊 有哪一些內幕可以跟大家分享 內幕嗎 就是像演唱會而已 像演唱會而已 已經很厲害了好不好 但是不會倒掉 不會有水缸 不要泡水 不會有龍捲風秋千 就是沒有特技 但是卻像演唱會般華麗的新歌發表會 因為據說是斥資300萬 然後只要你們預購就可以 一個人預購可以再帶一個朋友參加 而且會搶先唱還沒主打的歌 所以那一天8月17號也是他們第一次現場 先搶先聽到專輯裡面的作品就對了 對 好然後其實我有得到小到消息就是 換衣服的那個造型的次數 就是真的也跟演唱會一樣非常的精彩 所以視覺聽覺都要滿足大家 希望大家真的趕快搶先來做預購 那現在呢我們馬上呢 讓陳寗來準備進行簽名的動作 OKOKOK 我們先來進行這個拍照的部分好嗎 OK 好 那等一下呢 先請陳寗會背對大家 然後大家把小板板還有海報打開好嗎 小心喔 好我們先讓陳寗站在正中間 然後先看藍色衣服先生這台照相機這一位 OK OK 來大家把小板板海報打開 我們看到整片的陳寗好嗎 耶 海報舉高一點耶 好漂亮喔 來我們先看藍色衣服先生這台照相機 一二三 OK 然後我們看紅色衣白色衣服 先看這台好了 OK 來這台 一二三 OK